- 大家好! 我是Misako 我是Nina 我們現在人在京都車站 Misako 你知道京都有一個地方叫伊根嗎? 我知道!就是那個有中屋的地方 那邊的房子就是都蓋在海上 又被人稱作是京都的小威尼斯 你如果從京都車站出發的話 有直達電車可以搭 大概搭兩個小時左右就可以抵達那邊了 而且我們這次還是在冬天來 所以可以看到跟夏天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是要帶大家一起去伊根 來個兩天一夜的小旅行 那我們就走吧!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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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ords down, let them change in blank spaces Sleep could be a splash of paint Tough times, they tend to make you lose your mind Bright signs and sunlight can be hard to find But we'll fight this off until it's out of sight In no time, we'll have driven far from here Right now, you need to pack your bags, my dear We'll climb, the view is really great up there I know we can be a splash of paint In a world that's otherwise so great Take me by my arms and say The first to cover things this way And you are a tough The words down, let them change in blank spaces Sleep could be a splash of paint The words down, let them change in blank spaces We're now here to the Japanese The Japanese And we're here today, we're really lucky to hear The Japanese people say The Japanese people say that the Japanese people are very low And we're here today, we're not able to see the sea And we're here today, we're here to the sea And we're here to the sea So you can clearly see this thing And this thing can be seen And it's really rare 因為它是一個長3.6公里的天然形成的沙洲 而且上面自然生滿了松樹 我背後的這一個就是它最經典的角度之一 叫做生龍關 那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很常聽到 要從胯下看過去的胯下關 除了這兩個之外 還有另外兩種不同的觀看方式 可以欣賞天角力 那在天橋裏這邊還有一個有趣的體驗 叫做河原家 在這邊可以投這個許願石 那據說你只要投中那個 只要投中那個智慧之人 願望就會實現 所以我現在要來挑戰看看 投這個河原家 我許願是希望我們YouTube訂閱數 可以趕快破10萬 加油 啊 哈哈 完全不行耶 50萬 50萬 失敗 我的願望呢 跟Lina一樣 希望頻道可以早日破10萬 啊 啊 衝一點衝一點 啊 好吧 社長不好意思 我們10萬可能還遙遙無期 那在天桥里的缆车下来之后呢 旁边就有一间叫Ziriyashokuto的小食堂 一根这边算是湿鱼的盛产地 所以在这边的餐厅你可以吃到很多湿鱼相关的料理 那我跟Nina点了一个是湿鱼海鲜丼 然后另外一个叫Bulishabu 你可以夹着湿鱼的生鱼片 有点涮火锅片的样子 去享受这一道料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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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在伊根州屋这边啊 其实除了可以坐船参观整个伊根州屋群之外呢 还可以在伊根町的观光资讯中心买共通的参观票 这个800块的通票呢 可以参观三个州屋可以实际走进州屋里面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其中一个州屋里面 而且这些州屋呢 目前都是有主人的 所以非常的有生活感 这些州屋里面是有主要的 这些州屋里面是有主要的 if i never see the light i wouldn't care cause i'm so perfect right here if i never see the light i wouldn't care cause i'm so perfect right here i'll count to ten then open up my eyes if you're gone i'll take it as a sign but if you'll stay then baby homemade time and send me off with the words of a lullaby with the words of a lullaby send me off with the words of a lullaby i beg you think that i should calm down and that i'm overthinking everything about you 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个地点了 总结一下这间旅馆的心得 总之这一次的体验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房间就富有可以看到大海的私人温泉 然后温度也是刚刚好 不管早上泡晚上泡都觉得太幸福了 而且房间最特别的就是 有很多对女生来说非常友善的设施 保养品啊或者是梳妆台 除此之外大家最在意的早晚餐的部分 也完全占到无话可说 放了非常多当地产的海鲜 像是我们就有吃到螃蟹啊 还有关西这边特有的鱼类 那它的大厅大浴场还有土书室都非常的漂亮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来这一间的话 一定要好好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待在这边享受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福知山市 福知山市其实是被称为甜点之城的地方 像我们刚才就有去了一间非常有名的在地甜点店 吃了很多的栗子甜点 那到福知山市除了吃甜点之外 一定要来的就是我现在所在的福知山城 那这个城呢是日本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武将明智光秀族的城 最近日本刚好就有一部大合剧叫做麒麟来了 就是在讲明智光秀的故事 而且我们刚才在逛福知山城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福知山城的外墙是用非常多的石头堆砌起来的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 这些石头有一些显得特别的四四方方 据说其实这些四四方方的石头 是人家的墓碑 在上面还可以看到一些壳子 如果大家有来福知山城的话 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些石头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现在跟Nina来到了位在京都武贺的ToreTore Center 看我们眼前的大餐 又有螃蟹 有虾子 干貝 牡蠣 然后有花枝 还有生鱼片 吃不完 我们两个怎么吃都不完 而且这些真的超级便宜的 因为这边是鱼港直送 真的便宜超多的 而且有很多完全没有看过的海鲜 然后因为现在冬天 是螃蟹的盛产期 我们一走进来 每一摊都在卖超大只的螃蟹 而且这边除了螃蟹之外 还有一个超棒的特色 是你可以到每一摊去选你喜欢的鱼 然后请它帮你做成生鱼片 再到市场买白饭 就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生鱼片饭了 好啦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开吃吧 我们现在来到京都丹厚地区的一间在地的酒厂 叫做雨蟹娘酒灶 不要看它的规模小小 但是它的商品真的超级吸引人 像我面前这一排非常可爱的酒啊 这些居然都是日本酒欸 那这一间日本酒的特色啊 就是他们的日本酒喝起来非常的顺口 像我刚才有试喝一款 我觉得喝起来有一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很像是在喝白酒 完全不会有那种我对日本酒 觉得比较辣的印象 像是这一排啊 酒精度数比较低的发泡酒 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水果口味 他们的每一个包装都非常的不一样 就算我不太会喝酒 还是会很想把它买回家 那如果你也对这些日本酒非常心动 想要买的话呢 其实现在在台湾也买得到哦 那香气我们会再放在说明栏里面 我跟Nina现在来到了临步车站 终于结束这两天一夜的女子旅了 Nina这两天去的地方最喜欢哪里 当然最喜欢伊根啊 果然圆梦之旅 因为那边真的是太梦幻了 没有想过日本会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有这么宁静的风景可以介绍 超像国外的风景超浪漫的 你也是第一次来海之京都吗 对我也是第一次 对所以就觉得原来京都还有这个地区这么好玩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次两天一夜的 海之京都的小旅行 那最后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 然后订阅跟分享出去哦 如果有什么想买的日本商品 别忘得到我们的米奇商店去逛逛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